说到最近即将录制的热门综艺 那就一定不能不说 哈哈哈哈很高兴遇见你第二季 作为人气综艺 这个节目也是备受关注 而根据业内人士的最新消息 据说9月中旬就会开始录制 面对这种情况 今年的嘉宾阵容也是焦点中的焦点 毕竟对于一个节目来说 有合适的嘉宾 节目才会更好看 之前有许多人说 今年会换嘉宾阵容 不过这完全是无济之谈 从刚刚的爆料来看 邓超 陈赫和陆寒 他们三人本集会继续参与录制 作为上一季的常驻嘉宾 他们的综艺感有目共睹 虽然陆寒之前很少录制综艺节目 但在两位哥哥的带领下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更多的一面 那在今天下午 他也是首线身出发参与节目录制 一身白色T恤配上黑色运动裤 是妥妥的超帅气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他的回归 反正小编是很期待 而尽管目前只有他一人 但他既然会回归 相信邓超和陈赫也不会缺席录制 去年录制第一季的时候 就说陆寒是因为他们两人参与节目录制 这才同意加盟这个节目的 面对这种情况 铁三角的再度合作也是热度十足 那除了三位老成员会回归外 今年同样有新人加入 是的 就是人气男团阴突外 对于他们的加盟 许多粉丝应该并不意外 在去年的家族年夜饭上 邓超就代表节目组邀请了他们 所以他们参与这个节目录制 其实是早就有了邀约 不过和邓超说的不同的是 他们这次很有可能不全是飞行嘉宾 其中会有一位成员 将成为新一季节目的导游 是的 就是常驻嘉宾 去年的五哈导游是网面 今年他应该不会继续参与录制 那不光是有成员会常驻 其中部分成员还会成为节目的飞行嘉宾 以上就是五哈第二季节目的最新消息 虽然阴突万事首次参与录制 但应该会和三位老成员相处的很好 毕竟在创造营的时候 邓超就一直是他们的发起人团团长 所以对于他们十一人 超哥应该是非常了解和熟悉 而说到这里 现在小编就要问问大家 对于今年的嘉宾阵容 你看好吗 为什么 可以给小编留言哦 有喜欢小编的也可以关注小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